你听说过全职女儿吗 在广州啊有一种职业叫全职女儿 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爸爸的退休金啊有1万 妈妈退休金有8千 奶奶的退休金有5千 全家人退休金加起来有2万3 在这个家里啊 女儿是个零零后 刚毕业也不想出去找工作 就在家里做起了全职女儿 爸爸的退休金高一些 每个月啊就给3千 妈妈每个月就给1千 奶奶每个月也给1千 这个女孩子啊 每个月的工资就是5千块 负责家里面的环境卫生 一日三仓 所有家务都高了 她的工作啊就是这个家里面的保姆 时间还自由分配 没有约束 过得多自在啊 主要现在就业别比较难 工作也不好找 自己的学历也不是很高 出去上班的话还要做班 而且工作时间又长 工资又不高 如果工作做得不好啊 还要被老板骂 干脆啊也不想出去工作了 反正家里面的条件也不错 本来家里也是有请保姆的 都要付工资 不如把这个工作给接了 父母啊也觉得不错 一家人开开心心的 她每个月啊 还给自己买了社保 老了自己也有退休金 对于这样的家庭观念 你们觉得好不好呢 评论区聊一聊啊 确定被裁员了 准备回家做全职女儿 大家好 我是黄金编较料 30岁的单身女青年 今天领导找我说了 单位决定把我优化掉 从去年年初的100人 到现在的各位说 被裁也只是时间早晚 靴子算是终于落地了 后面人士会跟我谈具体补偿 暂时没有好机会 我打算先领事业保险过度 刚好回家陪陪父母 我会恪守一个女儿的本分 陪我的甲方妈妈聊天做饭 陪我的甲方爸爸喝茶溜弯 化妆品就用妈妈的大宝 咖啡哪有白水好 他们要是说我不上镜 我就好好读书 他们要是嫌我不动弹 我就下楼去跳回广场舞 我会做一个眼里有活 嘴巴甜甜的小棉袄 陪他们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 我还没有把这个好消息 分享给他们呢 大家说我怎么说才能让 我的甲方父母 多给我些零花钱呢 这对我哥来说 应该也算是个好消息吧 毕竟他的小孩又多了一个晚半 那他是不是也得给我开点工资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呆 今天来给大家说一下 我最近的情况吧 其实一直以来 大家最常问我的问题 就是我有没有找到工作 找的是什么工作 那现在我想要回答大家的是 我近期不打算找工作了 我想在家里 做一段时间的全职儿女 怎么说呢 我说出全职儿女这四个字 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觉得 你这么任性 是不是家里面很有钱呀 但其实不是的 我家并没有钱 而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工薪阶层 我家里有四口人 我爸 我妈 我 还有我奶奶 在这四个人中 目前唯一一个有固定工作 有稳定收入的人是我妈 我爸因为厂子效益不好 从去年开始 就处在一个下岗的状态中了 我也是从21年毕业后 一直做了五份工作都挣不到钱 反而还要靠家里接济 一直负债上班也不是个办法 所以我就先回家休息了 最后来说说我奶奶 她年纪大了 目前是一个瘫痪在床的状态 24小时离不开人 吃饭 喝水 给我们做好 喂到她嘴边 上厕所的话 也得我们拿着那种 接尿的东西 帮着她接 所以我和我爸妈 没办法都去上班 必须要有一个人 留在家里照顾我奶奶 之前的设想是 我妈正常上班 我也去找一个家附近的 不用租房的工作 让我爸留在家里照顾老人 毕竟我爸也50岁了 已经不太有拼事业的必要了 而我年纪轻轻的 如果一直待在家里的话 多少是有些说不过去 那情况怎么就突然反转了呢 说实话我也没想到 你别看我爸整天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 跟个家庭主夫似的 结果他居然比我先找到了工作 我到处投简历 面试都没个着落的事 我爸就随便接了通电话 然后那边就有厂子喊他去上班了 哎 感觉有点离谱 可是离谱中吧 好像又透着一丝丝合理 怎么说呢 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社会 缺的可能不是像我这样的大学商 而是像我爸这样的产业工人 大家都知道现在咱们国家 每年都要毕业一千万的大学生了 而我查了查 2001年出生的人口总数是 1702万人 好歹也是大学毕业 总得找上像样一点的工作吧 社会赋予我们的这种思想 会使得这一千万的大学毕业生 为了为数不多的白领工作 强破脑袋 而数量更为庞大的蓝领工作 则会面临招不到年轻人的困境 在这种资源错配的情况下 市场就会自发调节 一方面是白领工作的薪资水平 可能越来越不如蓝领 大学生做办公室挣的钱 还没有外卖小哥 或者工地上的体育劳动者多 另一方面是 终究会有一部分卷输了的大学生 无论如何都找不到白领工作 那他就只能放弃自己 这么多年读的书 而去做一份对学历 没有任何要求的体育劳动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脱掉孔一级的长山 所以这么看来 我这个大学生在求职市场上 输给我爸这个产业工人 虽然无奈 但也心服口服 我找不到工作 但是我爸找到了 那就只能是我爸出去上班 我留在家里照顾我奶奶了 如果我爸在那个场子 能干得下去的话 那我可能一直到今年年底 都不会出去找工作了 这时候可能有的朋友会问 说这毕竟不是个长久之计 你总不可能一辈子 都在家里照顾老人吧 现在跟社会脱节的时间越长 你将来找工作就会越困难 这种担忧很有道理 但那也没办法 家里有老人要照顾 这是没法改变的既定事实 我只能去改变我自己 去努力去适应这个现实情况 想辞职回家当权之女 爸妈不同意怎么说出他们 哪想的啊当纯职女儿 那工作能干吗 在外打工 想发疯就发疯 心情不好的时候妈妈老板 心情好的时候妈妈同事 不开心吗 回家当纯职女儿 你们骂谁 想跟老太发发脾气 还得想想 哎呦喂 今天想吃小猪盖背 不行 不能跟她闹 闹了还怎么让她做给我做这道菜 忍着 得忍着 明天再说 更何况 当了权职女儿 唯一的上司兼同事 就是你的爸妈 同事兼的娱乐八卦 都得换成广场舞 如何一小时从入门到精通 电视剧都只能看明道 活力那丫头 你爸妈肯跟压伯 再想想过年那会儿 你才回去第三天 就恨不得把你的姓名改出主谱 你在家 不但不能照顾他们 他们还得反过来伺候你 你是计划当个权职女儿 最后家里多了两个兼职保姆 发了养老金还得忍痛给你划一笔 又出钱又出力 家里多了个皇帝 还没失业 就好好的在外面打工 去耗社会的羊毛 不要耗窝里那两根草 他们都这年纪了 难道还能一晚上上酒吧 学两只路易十三吗 我都不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